第二十一届台湾金曲最佳新人 啦啦徐佳瑩 推出第二张专辑极限 来马展开一连串的宣传活动 9月23号 啦啦来到IoI Mall Sands Cafe 举办首场签唱会 第二次来马宣传专辑 啦啦身材却明显发福了不少 最近长肉了对不对 对 刚才我在公司的时候 就看到啦啦 然后就说 我最近胖了 然后我说对啊你长肉了 真的我刚刚一来 然后看到 很多老师的东西都 怎么样 就觉得 很别扭了 把食物马上收起来 赶快 此次来马宣传 啦啦心情特好 与主持人很投缘 两人在台上妙语如珠 尤其是啦啦介绍自己的择偶条件时 拖线地回答 把台下的歌迷逗得笑声连连 可是我觉得我看男生 第一个不会看身材 我不看眼神 眼神 我看他工作的时候的眼神 那你去工厂找咯 你用那种男生 懂得入厨的吗 就是下厨啊 鱼菜 不一定 但如果会的话 也是入厨 厨师好 怎么啦 又不厨师好 为什么 因为我刚回家的时候 我会见 啦啦也频频与现场歌迷互动 有问必答 甚至原本预定只唱三首新歌 在歌迷要求下 又加唱了半首歌曲《绿洲》 啦啦在这场签唱会上演唱了三首新歌 包括主打歌《极限》 《Love》和《巨高正》 现场演唱功力再次征服大马歌迷 其中 《极限》这首歌是啦啦在得了最佳新人奖之后 因为压力太大而写下的心情写照 《绿洲》 中文字幕——YK